2022台中自行車嘉年華 Let's All Ride 即將在今天上午的9點鐘正式開啟 那起始點在東式客家文化園區 終點站在厚里馬場 那同步在厚里馬場還有一連串精彩的活動 包含有悠有家族帶動跳 以及許多的名歌手來歡唱哦 歡迎大家今天一起來感受我們的熱情活力吧 2022年的台中自行車嘉年華活動 9月10號中秋節當天上午 在東式客家文化園區開跑 終點在厚里馬場 這一場健康陽光又精彩的活動 吸引超過了500名民眾參加 起跑儀式是由台中市觀光旅遊局局長 韓玉琦主持 許多地方議員跟殘障隊伍 一同拉開序幕 韓玉琦主持 許多地方議員跟殘障隊伍 希望大家走出戶外對抗疫情 我想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大家都悶了很久 不過此時此刻不管疫情如何發展 我們更是要好好地照顧自己 那走出戶外來騎乘我們的單車低碳旅遊 我想是台中市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推廣的一個政策之一 今年的台中自行車嘉年華 從東式客家文化園區到厚里馬場 全長18.4公里 沿著東風自行車道跟後風鐵馬道 附近除了有好山好水好風關外 沿途還有各種好吃的攤位跟活動表演 讓大家度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假期 非常適合大手牽小手來到台中體驗我們的低碳旅遊 同時也跟各個商圈做一個結合 歡迎大家來玩台中逛台中 同時好好享受美好的中秋假期 這一次台中自行車嘉年華活動 除了好吃好玩之外 還有許多好康的紀念品可以兌換 幾乎讓人人有獎 台中市政府也特別邀請自行車業者 中市的演藝人員共同參加 提升台中自行車跟觀光旅遊產業的發展 記者蕭朝全 蕭又金 台中報導 最新鮮的1大東 雲的明星 中央在拍攝 果然而進入 雲的目標 總米 旨